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入第八个年头 他们配合礼价日或三节 不实地在各地 专程为老人们伸葬者提供服务 易检设的田姐儿们大都是在社区大学学会了检法 还领有证兆 除了回馈家人之外 更老物老以及人之老 扩大以英法长者为对象走入社会 很高兴我们今天有机会为老人家服务 希望每个老人家来这边快快乐乐的 然后除了有好玩的好吃的 然后也把门面打理的整整机器 就是要当做很开心 然后可以让大家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们在检法前 会主动地与长者闲话家常 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动作 却是让长者感受到无比的温暖 通常长辈们要求不高 多半会是要一个清爽整洁的禁法 看着他们小心翼翼 一剪一刀地 秀出所学的记忆 长者们也借此机会做着休息片刻 默默地享受一次备受尊崇的关怀服务 在大台北的街头 或许您会看见穿着新驱轮背心的街卖者 过去他们常被误解为被集团控制或是诈骗 但协会将推出餐车的服务 希望可以取代同情销售的印象 炎炎夏日在车水马龙的台北街头 顶着三十几度的大太阳你能忍受多久 有这么一群人 不仅需要忍耐八九个小时的高温 还要接受路人的冷漠眼光 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命 新驱轮希望帐友们能够互相扶持 建立共生家园 而一百元的商品收入中 其中五十元为新驱轮的进货及管理成本 另外五十元则为接卖者的利润 我还没有来协会之前 我是坐在护理机家里面 那等于说任何事情都要别人来帮我 那我来到协会以后 变成我自己可以私利 我可以靠我自己赚钱来养过我自己 这对我来说算蛮重要的 在九月的时候就是即将推出全台湾第一台的无障碍餐车 过去在接卖的时候 比较像是我们等待客人 但是如果是做餐的话 可以是以服务客人来去取代同行销售 曾经这个身心障碍者的共生家园 被误解为集团控制 甚至是诈骗 成员们互相扶持 经历了风风雨雨 不仅致使其力 还积极地化受助为服务 以更顽强的姿态找生命的出路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